一个最新的消息 艺人吴宗宪年初在凉面店吃宵夜 和大学生起了口角冲突 互殴挂彩 由于双方寻求和解不成 吴宗宪和三位大学生 通通都被喊送法办了 当天晚上呢 萧亚轩 柯震东和杨景华等等艺人 也都在现场 因此台北地检署 也不排除会传讯这三人 厘清到底当时是谁先动手的 到时候在法庭上 也会再询问双方的和解意愿